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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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初中開始寫歌了 但是我初中寫歌 就是寫給這個你知道 寫給艾仁廷 寫個想要追的什麼 寫個朋友好玩的 我們還有一個搭檔叫方文山 因為他指很多嘛 那個時候他也不寫中國風 他就寫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那我就把我這個很奇怪的曲 搭上他很奇怪的歌 就變成了印第安老班鳩這種 當時誰會寫這種很奇怪的東西 你知道有個階段 因為以前沒有電腦怎麼網路這麼發達 我們是自己尻那個帶子 騎這個車子 騎的帶 對 小小的卡的子彈 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去送給每家唱片公司 那方文山就這樣 每天這樣子很辛苦去送 然後去拜託人家說 可不可以用我們的歌啊 什麼這種的 所以當初有一個這樣的階段 然後我們都會講好 詞曲不分離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喜歡你的歌曲 但是不喜歡這個歌詞 或喜歡這個歌詞 不喜歡這個曲 我們就講好 只要你看看我的歌 對 這詞必須是 必須得一起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是 患難兼真情 就是有一個 有種革命情感這樣 對 當自己覺得什麼叫成功 就是 去到自己常常逛街的地方 他在放你的歌曲的時候 那時候會覺得 哇 可以感受太多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店 因為那個是一個像商城一樣 去到那邊 去到那邊 你會覺得 我這麼成功了 我很期待 有沒有 知道這是我唱的歌 沒有一個人 為什麼 沒有 現在是多少 三十 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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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我們就先說三十六 對沒關係 就被這個表情 然後大家覺得 萌萌 對 就開始變這個稱號 我的學員好像是因為打遊戲而選我的 沒有 所以昨天跟他們打到了 早上五點多 快六點了 哇 覺得 一方面覺得很 一方面覺得很好玩 我不會覺得自己說唱歌好好聽 不會 我從來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講真的 這不是自戀 我覺得 就是當你的學員在唱你的歌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好好聽喔 這歌怎麼這麼好聽 我並不是像很多人說的 有孩子以後就變得作品就 一下子就變得很溫暖很柔軟了 有些時候你會想說他長大了 他肯定會聽到我寫給他的歌曲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在寫的時候 雖然是當下的情感 但是你會去想說 他長大了二十年後聽他會不會覺得這首歌很屌 有時候我會這樣想 我都會想到未來 我都會想到未來的人聽到我們現在的歌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有一次他自己 這個彈的這個 就像拿手機這樣子 是 自己在那邊給他亂按 亂按 亂按一段旋律 被你記起來了 對 這旋律就 然後也有歌迷啊 還有這個我老婆也跟我講說 因為我把這個旋律變成一首歌曲 我說怎麼可能 他亂彈的怎麼可能 那個時候我才真的仔細去聽 因為那時候亂彈我根本不會仔細聽 才是仔細聽 七十一聽有 中間有一段 哇可以變成原舞曲那種三派的古典了 我覺得 我就覺得這太屌了 這太屌了 而且他在每彈一個音的時候 你都會希望他下一個音不要彈錯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 剛好結束這樣 這段旋律 我就開始把他 你知道右邊的旋律 我看看左手要配什麼和弦 把他弄起來 這就是我剛剛想的 他懂事之後 他一定覺得很屌 你看這個沒有小孩的時候 你不可能有這個東西 不可能 就是他在幾個四個月的時候 等於是說 你在四個月的時候 你寫的這首歌曲 這通常在美國應該早就變成 國際新聞 這個 對 但是 這個就是我最近覺得這個很神奇的地方 然後當你寫完這個之後 對不對 你又會想說 你下個一舉一動 都是這個小朋友的典範 其實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小孩子的人 就像我之前寫聽媽媽的話 那個時候是這個 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然後我寫的什麼 牛仔很忙 水手怕水 都是為了小朋友寫的 所以當自己 有了小孩 那又感覺更不一樣 對 我跟網友應該不會先說 我是誰或幹嘛的 等我打得不錯的時候 我才會說 請支持我的新專輯 你知道我跟這些網友 這應該 我覺得王王老師不會這樣做 嗯 就是跟網友這樣子 打久了熟了之後 我們還約出去見面 哦 我曾經是這樣 就是約出去 約出去打籃 對方 但是 約出去打籃球 又打籃球 打籃球 打籃球就還好 打籃球就大家 還可以有一些互動 對 所以我就覺得蠻想看到他們 看到我 他們去到 去到見到你之前 不知道呢 其實知道只是不相信 不相信我就是好 我們約在哪裡見面 但也算有些人不問我 我也沒辦法聽 他就是這個套路 一定要讓別人稍虧一下 對 我我我準備要嘗試快樂 我跟他學學 咱倆可以交換 我我跟你學你打的這個電競 你跟我學德州骨客 肯定好 絕對好 只要開始寫歌 你就開始創造一個新世界 那你想如果不寫歌奪法 一寫歌就進入到 又一個新的空間 就這個 我覺得就是這麼理解 是會多好 特別幸福 寫歌是創造力 寫歌是藝術家 對 就是既能寫也能唱 就是那個很屌 有人說 我喜歡你的酷 有人說我喜歡你的酷 要給我看看 你有一些的褲子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